三个小技巧让你的沙漠玫瑰一年开花200天 那第一个小技巧 沙漠玫瑰呢比较习惯我们要多晒太阳 那平时啊比如说你室内养的话 建议大家放在这种南洋台南窗台的位置 如果是室外养的话 咱也是放在光照最好的位置 去给它多多晒太阳 这样光合作用充足的条件下 它的养费积累的越多越容易开花 那第二点我们要少浆水 沙漠玫瑰本身它是一个肉质的根茎 它的粗状的这个根茎里面啊 有非常多的水分和养分 所以说平时不用给它浇水太多 那我们呢摸到它的盆面发白了 发干了 或者是捏捏它的大肚子 有一点点能捏动了 我们再去给它浇水就可以了 记住浇水越多它越容易 红叶浇水越多它越容易烂根 那第三点我们要用 第三点我们要用小花盆去养沙漠玫瑰 那沙漠玫瑰呢如果是太大的花盆 它的养分呢就会积累的啊 那如果是用太大的花盆去养的话 沙漠玫瑰就光想着去长根了 就不想着去开花了 所以说我们用小花盆去养沙 把它的营养呢控制在一个范围 把它的根系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 这样的话它的营养就往上走 集中在上面的枝条 让它去开花了 好了这三个小技巧可以让你的沙漠玫瑰呀 经常开花 大家记住了吗